這喝本爛醉 騎著腳踏車到加油站 說要買汽油 但只買十塊錢 分裝在兩瓶寶特瓶 接著跑到前女友大樓五樓住處 打算嚇嚇她 結果屋裡沒人 一不做二二不休 把汽油倒進鐵門門縫 點火泄憤 火勢來得猛烈 縱火嫌犯 閃避不及 臉熏黑 雙腳燒傷 騎水泡 急忙跑下樓 被其他住戶發現 攔下報警 其他住戶趕緊拿滅活器 及時把火撲滅 又驚悟險 原來縱火嫌犯不滿 前女友連兩百塊錢都不肯借 越想越氣 喝了幾瓶酒 借酒壯膽 到加油站買汽油縱火 只因為借不到兩百塊錢 就縱火泄憤暴復 激烈手段 差點引發大樓火警 好險住戶很激緊及時滅火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記者蔡雙機 高雄報道